聖誕節期間 美軍派出四架主力偵察機 在朝鮮半島上空加強監視 此前 朝鮮威脅將送聖誕禮物給美國 外界推測朝鮮可能再次試射導彈 週二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朝鮮若發射導彈 美國將成功處置 長期追蹤全球軍機動態的飛機守望 連發推文說 從24日晚間到25日 美軍派出四架主力偵察機 分別在朝鮮半島與東部海域 日本海上空執行任務 有分析指出 美國偵察機開啟位置識別系統 監視朝鮮全境 密切關注其動向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近日召開軍事將領會議 宣稱將提升軍事能力 今年5月以來 朝鮮進行了13次 短程和中程導彈發射 近期聲稱將送給美國聖誕驚喜 外界推測 朝鮮可能發射導彈 川普總統週二 在佛州海湖莊園表示 朝鮮若發射導彈 美國將成功雲移處置 我們會找到驚喜 而我們會處理很成功 我們會看看發生 大家都會有驚喜 我們會看看發生 他們會帶來 川普月初對朝鮮發出警告 如果採取敵對行為 將損失慘重 重申朝鮮必須實現無核化 否則 金正恩將付出失去一切的代價 新唐人記者李梅 田瑞 綜合報導 美國西班牙 是垃圾 貿易 seated